在图书馆 Sara最喜欢新加坡美国学校的图书馆 她觉得图书馆是一个很好的设施 因为图书馆很舒服,也很安静 所以Sara常常去图书馆 她通常和她的好朋友Zoe一起去 有时候他们在图书馆认真的看书 有时候他们在图书馆认真的写作业 他们很用功,所以他们的成绩很好 星期四放学以后 他们去图书馆 因为图书馆在二楼 他们的教室在一楼 所以从教室出门要先上楼 上楼以后又转 然后一直走 就是图书馆 到了图书馆 Sara借书 Zoe还书 这个时候 他们的同学 Payton和Thomas也来图书馆 可是他们很吵闹 他们在图书馆玩游戏 所以Thomas跌倒了 Payton很着急 Sara和Zoe看到了 带他们去医务室 护士说 不要着急 我帮你 Thomas很开心 可是他也很伤心 Payton和Thomas从医务室出门 他们看到校长 校长问 你们怎么了 你们还好吗 Thomas说 因为我和Payton 在图书馆玩游戏 所以我跌倒了 Payton说 因为我们在图书馆里 很吵闹 校长很失望 校长问 第一个问题 在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他们说 在图书馆你可以借书 还书和看书 还可以写作业和用电脑 校长问第二个问题 玩游戏应该在运动场 还是图书馆 他们说 玩游戏应该在运动场 校长问第三个问题 在图书馆应该很吵闹 还是很安静 他们说 在图书馆应该很安静 校长说 因为你们说对了 而且你们的成绩很好 所以我给你们糖果 大家都很开心 看到大家在图书馆应该在图书馆